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您是什么人呢 你说什么 我这个岁数了 我还能有儿子 这是真的吗 这汪王七十还有仔细 您才刚果不惑 夫人 宠经大事 难免会心神不宁 得好好调养 千万不能让他伤心动气 这是自然 自然 自然 秋孙 快 送大夫回去 给他打赏 谢谢君子 姐 请请 别了 管家 一会儿把少爷少夫人的房间都弄好了 老爷 自从少夫人嫁过来以后 就一直住在西厢房 那儿哪儿成啊 哪儿有夫妇俩不睡一个屋的道理啊 赶快 快去弄 不行 不行 怎么不行啊 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呢 这么爽快就合理了 那早知当初呢 一声招呼都没跟我打 抱着一关自己入董房了 明明是你们独孤家 主动要跟我们杨家成亲的 一封求婚信 一支飞鸽就运来了 现在又要合理了 怎么 把我们的婚事当个麻布 说扔就扔啊 是 没错 这场婚事 就是我们独孤家 死骑白猎球来的 你满意了 阿姐 阿姐 阿姐正想着你 你就来了 快告诉阿姐 昨晚怎么了 别提了 不说那个 对了阿姐 杜孝威挑了几个女孩子 一直在训练着 今天刚好在公正那儿办了身份 我就顺便带过来给你瞧一瞧 朝中不平静 我怕后宫也不安你 他们几个拳脚功夫都还不错 以后让他们跟着你 这样春师也就不会那么累了 参见皇后 都起来吧 谢皇后 春师 以后你就带着他们吧 是 我的小家罗真的长大了 以前都是阿姐在照顾你 现在 怪你照顾阿姐了 是 从小在京城 我见到过的一师两命 多了去了 就连长姐贵为皇后 都中了其中的道 我更得多加小喜 所以你就想拉拢世子 让他来替你出头 没错 如果我自己去收拾那锦娘 郡公爷多半会以为 是我的嫉妒 李承就不一样了 他是世子 收拾谋害嫡母的小妾 就成了 为整个郡公府着想了 哈哈哈 我真是太聪明了 啊 好